说起如今的娱乐圈中 很多明星在成名之前 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标签 也就是演哪一类型角色 我们知道在很多影视作品里 农村题材的作品多不胜数 而经常出演农村题材作品的演员 像王丽云 陶慧敏 李晶晶 萨日纳 严学金等我们熟悉的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 有着农村一姐的称号 他就是王倩华 王倩华 出生于西安 毕业于上海西剧学院 在毕业后又考入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担任儿童话剧演员 因为身高过高 一直也没机会担任主角 所以王倩华选择离开话剧院另谋出路 出入演艺圈时 王倩华跑龙套 一次偶然的机会 让他出演了当家的女人在剧中饰演 张局湘 还凭借这个角色 获得了24届飞天奖的优秀女演员奖 也是这部剧让他快速的走红 他的演技也被一些大导演看中 他在成名的路上 不仅付出了很多的艰辛 甚至也是付出了自己的感情 他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个留学生 王倩华在成名之后越来越忙 两人的感情也是产生了裂痕 后来在接到一个角色之后 王倩华发现自己怀孕了 他为了自己的事业 也是放弃了这个孩子 因为这件事 也是和丈夫最终离婚 王倩华离婚后 就更加注重自己的作品 甚至还遇到了相见恨晚的导演沈航 或许是因为处于同一行 所以也能相互理解 即使有点小摩擦也很正常 毕竟每段感情都会有的 因为错误的减肥方式导致反弹的他 身体在药物的作用下 碰到很多人都认不出来 好在他遇到了一个好的丈夫沈航 曾为了上镜更好看 在脸上也是扎了上百针 只是效果并不怎么样 幸好沈航一直都默默陪在他身边 还鼓励他 可能是因为身材走样的原因 之后王倩华便开始注重自己的脸 为了在镜头前展现美 王倩华先后在脸上打了二百多针 甚至一度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最后还是丈夫沈航安慰道 你不是靠先言吸收观众的人 也正是这句话直接点醒了我计划王倩华 此后王倩华便把所有的精力转移到演艺事业上 但这一刻就算勝了 所以我纷纷队 就是你混的随时 我计划王倩华为王倩华 然后被判断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